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君宏台长 师父我想问一下69年属鸡 然后问他的身体 男的是吧 对 69年属鸡是吧 他血液出问题了 对啊 我告诉你 他这个脑子也有问题 也是血液问题吗 对 我告诉你 他整个的血凝度特别高 我现在看他 整个血液在转啊转啊 就转到心脏这个地方 就转不上去 对 他说常常气喘不上来 就是心脏不行 就像个胖脯一样 不能动 那他有灵性吗 那他有 你是他太太啊 嗯 他是你先生啊 对 有些话就不能讲了 你要叫他感情上老实一点的 他 你别看你能够管住他 管不住他的 听得懂吗 懂 只有财产能管住他 你问他想活还是想要女人 你这个 要命 好好的 那他现在老实的 有有有 有 我告诉你 就要改 听得懂吗 有时候人啊 不能接触啊 太多 太多之后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啦 血液循环啦 他这个人的毛病是什么 你知道吗 爱面子 死要面子 活受罪啊 对 明白了吗 他还有一个问题 嗯 他呢 一个是 颈椎 脖子这里 对 不好 对 还有一个腰 他受过伤的 我看他的腰 有 有吧 有 他常常觉得肩颈很紧 然后没办法 腰也不好 嗯 我告诉你 而且他还有一个毛病 小便 全的线 已经有点肥大了 所以他小便多 不干净 所以他这个都是因为灵性的问题吗 有可能 我看看啊 你家的风水也有点问题啊 我家的风水啊 你们家走进去 偏左比较亮 偏右比较暗 偏右就是玄关的地方吗 对 最近那个灯坏了 台长厉害吧 玄关那个灯坏了 我又换了 他还懂玄关呢 台长厉害吗 我说那个地方暗 你看他就灯坏了 大家看见了吗 对 现在你 我告诉你 你们家里 客厅当中要放盆花 因为你们记住 这个花是生万物的 因为花 看了会让人心开心 会感觉房间里的气场会变化 所以为什么 女人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 你给她献个花 她就开心了 对不对啊 为什么家里要放个花呢 调节气场气氛的 所以在客厅当中放盆花 一个礼拜换一次 非常非常好 很多人一回到家里 整个气场就不一样 很多人回到家里就想吵架 就不开心 明白了吗 明白 像你们家这个玄关呢 我告诉你 不是正的玄关 偏了 你家的玄关不正的 是哦 是哦 你还懂得一点 我大概中话没多久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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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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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啊 我告诉你啊 你家里还是最好 不要放玄关了 什么关都不要放 好好的放个观心菩萨 拜拜吧 有啊 我有供奉观音 二楼是吧 一楼 我的佛坛 放在一楼啊 嗯 哦 你还放其他菩萨呢 对 其他的神 嗯 台长 我玄关 供奉的也是 那个 那智慧菩萨 嘿嘿嘿 你记住我一句话 嗯 法门啊 都是好的 对 每一个法门 都是好的 但是呢 就是像一个医生一样 很多医生都是好的 帮你看病的 对不对啊 但是你选择 哪一个最适合 你看病的医生 这是最重要的 对 你听得懂吗 我懂 你不能中西医啊 内科外科 什么都看 对 你要选一个 最适合你的法门 嗯 好好的拜 好 现在我告诉你 你过去拜了 你觉得好不好 如果好 你继续拜 如果你觉得 哎呀 这个医生 看了好像 并不是太适合我 嗯 那么你可以换 菩萨是不会生气的 是人会生气的 听得懂吗 懂 了解 所以呢 我觉得呢 你家里的气场呢 不是太好 你我觉得你还是要调节一下 最主要的问题 我告诉你 你进门的地方 就要把灯弄亮一点 好 你家里进门的地方就暗 好 而且你的睡房 嗯 左边 进睡房 左边 嗯 有块镜子 有块镜子 嗯 这个镜子不能放 照着你 把你们家的魂魄都照掉 你的先生就是整天记性很不好 你问他记性好不好 他记性不好啊 一直都不好啊 一直都不好啊 好嘞 照着了呀 镜子可以把人的魂魄照光 不知道啊 镜子不是个好东西啊 你还算你还学了一点 那是应该是电视啊 电视啊 电视也叫镜子 也是照样可以照掉 所以我是要用一块布 把它盖起来 白天要盖起来 看的时候再拉开嘛 好 了解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那请问师傅 那个 可以请师傅帮他看一下 图腾的颜色吗 谁啊 我先生 属什么 属鸡 跟他的皮肤差不多 黑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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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你的先生啊 这辈子会认识一两个西人 西人 我告诉你 他的有一室 他不是在台湾的 我看他是在太平洋 哪一个岛国的 所以他这么黑吗 明白了吗 明白 他 我告诉你 你先生特别仗义 他还坐过地府的官 所以你去看 他去管那些小鬼啊 就是他走出去 小鬼都怕他 就是如果有些小青年啊 他讲讲什么话 大家都很听他的话的 我告诉你 他前世做过一次 这个地府的官的 那他那个小房子呢 小房子帮他念吧 他主要问题是腰不好 还有就是前列腺 以后会肥大 还有嘛 就是要叫他当心 他的脑神经 他慢慢会有一次中风 我看看什么 我就是担心这个问题 我看看什么时候啊 他现在几岁啊 48 48是吧 他是50岁 要当心小中风 好 你叫他最好现在开始 要不要吃那个活的东西了 坚决不能吃活的东西 他现在如果再吃活的东西 他很快就会中风 你去问他 每天早上 他的左手会发麻的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当心了 叫他千万少吃 昏的 少吃 不能吃活的 一定要叫他念 而且叫他念往生咒 好吧 往生咒要念几遍 往生咒每天要念49遍 很短的 往生咒很短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吧 你叫他要多喝水 他喝水太少 好吧 他一个是记性不好 还有啊 我告诉你 他还有一个毛病了 他的心不在焉 你跟他讲话 他好像像魂扑不起一样 容易晃生 容易晃生 你知道他曾经被人家下过一次杠头 应该十几年前 十三年 十三年 还真厉害吧 所以你们以后我到台湾来你们都要来啊 多叫朋友多过来啊 对不对啊 对 那师父和他的事业呢 因为他自己开公司 知道他开公司嘛 他身边有一个女的 叫他眼睛少去看人家 也是瘦瘦的 头发很漂亮的 老实一点啦 搞都搞不清楚 开公司 还要眼睛左看右看的 哎 我我很客气啊 我说他只是眼睛看 听得懂吗 所以你回去也不要打他了 他敢看不敢做啦 就是这个啦 我知道 你知道啦 但是你知道吗 看也是犯罪啊 因为你看进去之后 你啊心里就会动 心动 然后呢 就是人家说就是如如不动嘛 就不动 他心一动 好了 意念出来 产生的意念就有业障 听得懂了吗 懂 老实一点啦 哎呦 那个女的讲话 还蛮屌的啦 我看她 哎呦 比你好看很多 真的 哎呀 哎呀 比她个子还要高一点点呢 哎呀 你们对她好一点了 老实一点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她经常跟你说 我很喜欢上班 听得懂吗 有 好啦 你给她多念一些姐节奏吧 她自己念 还是我帮她念 你帮她念啦 效果好啊 你一念 那个女的就跑啦 哦好 你帮她念呀 姐节奏 化解他们两个人的冤结 哦了解 她就不盯住她了 好 你这么花时间 整天在家里擦呀 粉啊 弄得这么亮 人家在那里天天看 你什么都不知道的 了解 啊 所以她的事业方面可以 事业我看看啊 她平平的啦 她过去有一段时间特别好 嗯 现在有点下来了 有点 生意有点下来 啊 所以她就先想要转行啦 转行是吧 对啊 你叫她先 眼睛不要色眯眯的 看看 生意能不能上去一点 好 好吧 就少看一下女人 对啊 因为女人属阴的嘛 看了太多了之后呢 生意真的会不好的 我不骗你的 所以你看 要算生意好的话 心要正 要老实一点 好吧 你记住台长这句话 天天在家里跟他讲 五十遍 他保证就停了 好 好 那再请问一下师父 那个我婆婆 她 张阿富 工厂张 阿姨的阿 富贵的富 那她今年往生的 张阿富 对 富是什么富啊 富贵的富 今年走的是吧 对 挺好哎 她还到天界了呢 到玉界天了呢 你们给她超度过的 找庙里超度过的 我们给她放在那个 对 就是因为还没有到一年的时间 找人已经念过经了 嗯 我两个月前有梦见她 回来跟我 她是回来跟我讲 早上她要去投胎了 对了 我告诉你啊 你记住还没走 还在我家吗 没走 她现在在天上了已经 哦 还没走 你现在能不能赶快 再给她念的小房子 让她不要掉下来 我要掉下来 她本来 她本来要去投一个男的 嗯 后来你们家里 不知道一个谁 许了一个愿 嗯 这个愿很大 把她的 把她的遗物当中 拿出去捐掉了 也不知道去做了 放生 也不知道做了什么善事 嗯 所以她才没有投胎 你想想有没有 家里 把她的遗物啊 哎 她的 她那时候 她的轮椅啊 拐杖啊 钱 钱没有 她没有留半毛钱啊 哈哈哈哈 她有没有一个 最喜欢她的人啊 就是她最喜欢的人 她最喜欢的人哦 嗯 有一个 好像像侄女一样的 侄子吧 哎 侄子啊 对 住隔壁 哎 住隔壁 哎 对 我不能讲的 她怎么可能没钱呢 现在知道了吗 可是她们过得很苦哎 美国有一个老太太 是捡垃圾的 嗯 捡了一辈子垃圾 最后死掉了 查出来有两百万美金 哦 吃苦 自己吃苦 钱存起来了 这个很正常的 我轮椅也是捐给他们啊 哈哈 你最好不要再去问了 嗯 你好好的 再帮她念一点经 嗯 你居然这样 你就好好帮她念点经 好 好不好啊 好 这是你妈妈是吧 婆婆 你婆婆是吧 对 我老公的妈妈 哎呦 你跟你婆婆关系不好的 对啊 他很讨厌我 很讨厌 所以他绝会不会给你留一分钱的 对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对 哎呀 好了 好 好好念经了啊 好 感恩太子 自己知道 你很讨厌的话 你有救了 嗯 如果你到今天还觉得 世界上人这么多人都很喜欢我 其实你很讨厌 你就没救了 不会 我不敢这样 听得懂吗 懂 好吗 好 感恩 感恩台长 谢谢台长 感恩 接受 点赞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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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